观众朋友 广告之后呢 欢迎继续收看今晚的新闻33 在昨天节目当中呢 我邀请到了相关的嘉宾 跟你聊了有关信托Trust方面的话题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将继续邀请相关的嘉宾 给您介绍这方面的话题 观众朋友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继续邀请到了威尔森曼开律师事务所的许红律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你聊了有关Trust方面的话题 许律师你好 昨天呢 已经跟我们观众朋友聊了 有关Trust 但是呢 我相信我们一些从来不知道 这个Trust的观众朋友听了可能还是有点一头雾水 一头雾水 世界能等 但是呢 就刚才像您在昨天节目当中说的 有空还是听您的这个免费的讲座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聊聊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Trust 也就是设立Trust的好处是什么 那如果有的观众听到过昨天的节目的话呢 可能对这个Trust的这个结构有一点了解 我就简单提一下 那么这个Trust呢 有律师帮助起草这个Trustee的这个法律文件 法律文件里规定的Trust是由设立人设立 然后呢 有这个Trustee管理人管理Trust Trustee管理人管理Trust一定要为了受益人的领服 这是这个Trust的这个基本结构 那么有人就会问说 朱莉亚 我们设立这个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Trust 对吧 那有的人呢 可能看到过我在报纸上 就是在灯打这个广告说这个什么时间 有Trust讲座的时候提到过 设立Trust的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家庭财产 规避风险 那规避呢 是你在有生之年的风险 那么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会想了 我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而且呢 你说2011年之后呢 新型态又没有这个赠余税了 是吧 那为什么还要建立这个Trust呢 我放在银行里不是挺安全吗 然后我再把这个钱呢 转给我的孩子是不是 那我们说了这个 咱们还让这个风险意识 我在讲座的时候总会提到一下 风险意识呢 不是特别强 可能你在你的一些这么多年的 这个有关的这个法律工作 肯定也会遇到一些案例 是吧 这个呢 很多 OK 那首先要说一下什么呢 在新西兰生活的话 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说过 这个relationship这方面的风险 对对 那这个呢 咱们翻译上汉语的话 也挺困难的 你说这个翻译的汉语是 家庭关系好 男男关系好 女女关系好 男女关系好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relationship 那新西兰的法律呢 是这样规定 两个人呢 以这个生活伴侣 就partner 这个身份呢 在一起生活 超过三年以后 超过三年以后 只要被法律认为是relationship 公共财产的话 那么怎么办呢 就一人一半 刚才说到这个relationship 是不是如果我们在设立这个trust trust的时候啊 如果把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放到这个trust里面 或者不放到这个trust里面 他就不能够享受这个trust 方面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呢 不完全 那肯定呢 我们是希望呢 首先先不要放的 对吧 要排除在外面的 那trust里面也有这样的条款 对 排除在外面 没有放在里面的都是排除在外面 但是有时候是不是没有这么凑巧 是吧 有些可能他们已经有relationship之后 然后才去设立这个trust 对 这个问题问的 说得非常好 那relationship这个话题的话呢 这个实际问题非常复杂 那我们律师通常会建议你如果已经有开始relationship 那我们会建议你同时要做一份这个property relationship agreement 那我通常也会建议客户呢 去咨询这方面的specialist 这方面的法律的专家 对 这方面的法律专家 也就是说 能不能这样讲 徐律师 就是说你还是本着一个对我们客户比较负责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呢 我们只是做这个trust 那么基于里面的很多的这个 其实到specialist这个东西呢 还是要咨询不同的专家才行 对 一定要去找专家去问 那么一些观众朋友听了您的这个讲 刚才您讲了以后说 那我要去咨询不同的这个法律专家 那么做呢 又到您这来 比如说到您这来创立一个trust 那么这两者不是请了两个律师了吗 那怎么能做这个方面呢 这个不会有影响的 这个不会有影响的 因为这个从法律上讲 关于这个property relationship agreement的话呢 也是双方要各走各的律师 哦 是这样的一个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风险是一种relationship 那还有其他什么风险如果建立trust 关于这个relation中险呢 我就再多讲一句 是讲了它跟这个trust有什么关系呢 我已经说了 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呢 现在这个华人呢 都有一定的经历基础 我在讲座的时候 也是尽量用通俗语言给大家解释 那特别是说 现在这个 咱们这个叫高富帅啊 白富美啊 那我会建议呢 你们应当设立一个trust 不管是保护你的个人财产 还是保护这个财产 家庭财产 对 已经给的 家庭人给的 都应该是设立的trust 就是第一个 关于relationship这个风险 对 可以规避 对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说呢 我会建议 如果你有生意 做business的话 那你应当设立一个trust 保护财产 各个风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人说 比如说我做个清洁 我开个咖啡馆 难道我还要做一个trust吗 OK 那首先呢 咱们在上一期讲这个trust 基本概念的时候 因为时间有限 没有提到 那我在这里呢 再找种提一点 那大家总听说 这个设立trust 是保护财产 各级风险 对 从哪个角度谈 最根本的这个 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 我说这个trust 财产是trust 你的财产呢 是你的 尽管呢 你设立了trust 有可能也是trust 受盈之一 对 但是呢 两者是不同的 那这个基本概念 实际的含义 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个人对外 涉及到这个 在情在乎法的关系 有在乎了 那么你的这个 在主只能向你个人追索 大家肯定知道 你肯定不能像 朱利亚追索 对吧 那就是 我跟你 在反正是 不同的更新 同样道理 那也不能够 向你的trust 据索 当然 特殊情况 有一些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呢 是因为 你本人跟trust之间 有一定的 这个法律联系 那基于这个 基本的出发点 我们回头再讲一下 为什么 你有生意 设立trust 那么 有生意 设立trust 能够 保护财政 贵的风险 因为呢 我在讲座中 也提到过 做生意的话呢 就会有风险 对 那么这个风险 有的客户说 这个 朱利亚你说 这个风险是什么风险 咱们说是潜在的风险 那什么是潜在的风险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例子 那有个客户呢 比如说是09年的时候 去听我的讲座 那09年10月份 那么他呢 是卖了一个咖啡店 自己还有一个launch bar 说呢 要回国呢 过年 二月份以后 一年回来呢 再买一个 再开一个咖啡店 自己呢 那他听了讲座以后 听完我的讲座 朱利亚你这个讲座 讲得很好 我认为trust也很好 我想要设立一个 但是我现在呢 不着急 因为我看不到 我有什么风险 他呢 跟我提了一个口号 说是 朱利亚我老老实实做人 规规矩做事 我能有什么风险 对 那我当时呢 我只是 很简单的提一下 说你不是潜在的风险 那结果第二年 那就是10年20日份 他从中国回来以后 给我打电话 说 朱利亚我现在马上 要做一个trust 因为我的客户都跟我 叫朱利亚 不叫熟师 OK 那 说朱利亚我现在 马上要做一个trust 我说你能不能 多讲一下这个情况 他说 我呢 你看 10月份 咖啡店卖了 卖了以后的话呢 这个下一次的买家 就交了一个月的租金 和这个cost 税费 给房东 那房东呢 来跟我要钱 他首先第一点呢 他认为这个事情不合理 那第二点呢 他想通过设备trust 问我能不能规避 我说 第一点 我说你当时卖生意呢 找到这个不是我 如果是我 那我就会告诉你 生意虽然卖了 你的责任没有完 你对这个房东 继续承担 这一种保证责任 保证你的 下一手买家 能够在 这个我们叫least term 这个租月没有到期 这个期间 按时就要租金 否则房东有权利 向你 也向你追索 向买家追索 他说他认为不合理 他也没有听过 这方面把你建议 那第二 我说如果你现在 要做这个trust的话 那trust呢 是有效的 但是 你不能够对抗这个房东 OK 那这里面呢 我回头呢 又总结了一下 我说你看你当时 在听我讲座的时候呢 非常自豪地跟我讲 说你老老实实做人 规规矩继续做事 那你做生意有什么风险 那我现在呢 再总结一下 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各位观众 做生意的 那做生意呢 是有潜在风险的 这个风险呢 是看不见的 摸不着的 对 总而言之 是一句话 你老老实实做人 规避做事 是规避不了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你要为别人的过错 承担责任 这是做生意的奉献 好的 今天呢 Julia 徐律师 已经跟我们观众朋友们 又分享了下 有关设立这个trust的 这个能够 大的好处吧 能够规避 一个呢是家庭自由的财产 对吧 还包括relationship 还有呢就是生意 其实呢 这也是跟我们 每个人生活 在社会上 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了 其实呢 这个好处还有很多 因为时间有限 那我还是建议呢 大家去听我这个讲座 因为是免费的 每个月都有 还有其他几种好处 比如说这个benefit 怎么想象这个福利 包括可能税率上 有一点灵活性 这个大家可能 有做生意的人 可能都